給大家拿一下 說大家就吸盒 摘 來啦 快快快 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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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現在三小姐往前看往前膠 對 一陣子 一陣子 今天宜芳老师要带各位去哪一家市场呢? 就是松江市场 为什么要带你来松江市场呢? 因为我妈妈每次去行天宫拜拜 都在这边睡 睡得很久才回来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好闻的宝贝 让我妈妈流连忘返 OK 跟我来去 来去菜市场 试试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走咧 天下第一摊的 所以我今天吃得很早 所以我今天可以买到好吃的油饭 他给你 要油饭 要多少? 要差不多五十块了 这米粉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为什么呢?其实米粉不好做 它是整个拌在一起的 来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天哪 我有多少味呢? 好 老板娘 这是怎么跟一般颜色不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花生 这是整个都花生的 是喔 谢谢咯 等一下我再来拿 好 记得来松江市场呢 如果说你今天中午懒的煮饭呢 就来买这个油饭好吃 好 等我捡来你看 他们做了不同的种子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捡重 如果可以看到米粒的话 基本上是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鸡章是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加很多东西之后 也都会融在里面 那个东西是不适合的 是 是 是 今天呢 我要介绍各位一个 松江市场有一摊 这个摊 我不知道台语要怎么念 国语叫做格格世界 蛤蜊蛤蜊 蛤蜊世界 蛤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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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因为这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那其实很多人对蛤蜊会担心是说 它里面会有胆固醇过多问题 其实是不对的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基本上海鲜的胆固醇叫做固醇类 不见得都是胆固醇 所以呢 吃多的时候呢 其实不太会让我们雪中胆固醇上升 大家不用担心 好老板我再问我一个问题 好 如果我们今天买好蛤蜊 没有马上吃 要放在冰箱呢 还是放在外面 要放什么样的水 你要看天气 好像今天 像现在夏天呢 你就要放冰箱去了 好放冰箱要不要放水 放冰箱 你要给它 水是要给它吐沙的 好那水要不要加盐巴 要 那这样子多少水 跟多少盐巴 多少水要有盐巴 就是 就是 像我们是有比例 这样一桶水是要半斤的 一桶水半斤 对 好 所以就是跟海水差不多咸 咸度 比我们喝的汤再咸一点 是比喝的汤再咸一点 海水是3% 3% 所以海水是100cc 应该是半匙 200cc是大概是一小匙 宜芳老师 为什么在这蛤蜊摊子 那么久 还不离开呢 因为蛤蜊还有一个营养素 叫维生素B12 那最近大家不是很喜欢3C族吗 然后每天在电脑前面之后呢 然后 哎呦 脖子痛 腰痠 然后因为颈椎可能有点受损之后呢 会产生头痛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时候呢 最缺一个营养素叫维生素B12 蛤蜊里面呢 有丰富的维生素B12 好 老板 帮我称20公克的蛤蜊 好我跟你说喔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一天大概吃3颗蛤蜊 我们一天维生素B12就够了 真的喔 嘿 小朋友都吃很多了 都吃很多 对对对所以没问题 我给你讲 维生素B12突然对 就是还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 还可以让我们情绪 就是预防忧郁症 情绪变嗨 还有呢 就是我们3C族太多的时候 我有时候我们肩颈痠痛 就要吃它才有帮助 而且蛤蜊里面又吸引含量很多 所以呢 你可以介绍你的客人说 你最近腰痠背痛 吃蛤蜊 放一块薑就好了 我跟各位介绍一家 很厉害很厉害的鸡肉铺 叫做南北鸡鸭店 那为什么厉害呢 因为它所有的鸡肉都有严选过 而且呢 它还会把这些鸡肉做很好的处理 还有就是很简单的 譬如说像这些白斩鸡 还有潜水鸡 还有一些乳鸡 鸡血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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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才是有真的鸡血膏 这边才有真的鸡血膏 安全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这叫做低鸡精 你看为什么空的 因为老板非常有概念 他把这个低鸡精都是放在冷冻库 不会放在外面 那是个安全的做法 这个鸡肉把它捶碎之后呢慢慢蒸 然后下面真正的肉汁都在下面 这个就是真正的低鸡精 哇 我早知道我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 经常在熬鸡肉熬鸡汤给老人家吃 你看因为它用是用蒸的方式去萃取它的鸡油 所以这个鸡油是没有经过高温的 所以没有过氧化物的问题 所以你要买鸡油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说你用很多鸡肉去 另外一种方法也是很香 可是这个方法更安全 好来来来看这里 你们怎么挑这个鸡肉呢 其实最主要你要看它的肉 呈现像这种透明 就是像这样光泽透明度够 这是表示很新鲜的鸡肉 就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鸡鱼的话是饲养的吗 还是 挪威的 它整只这样进来 对啊 就是带冰块进来 没有冷冻过的 你看这个鱼多新鲜 你可以看到这边 一二三剩下尾巴 表示它的头都被买掉了 嗯 表示销路很好 那鱼的话呢 其实就是肚子这一块是最好的 因为DHA含量比较多 头头鱼也是同样 难怪我妈妈说 松江市场买菜很好玩 不是好玩是新鲜好吃 我今天发现有一个宝贝的鱼 大家可能很少见到 叫做Saga鱼 Saga是台南人最喜欢的 Saga 他们请客用Saga 是表示 我是非常热忱的招待你 因为这个鱼在他们而言是非常珍贵 而且台南人吃Saga有个特殊的 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吃 因为Saga很简单 就直接蒸一蒸 味道非常非常鲜美 加点姜 酱油蒸就好了 那台南人吃Saga有个特色 就是说你要吃到 看不到鱼肉 只有骨头 那个才叫最高干的吃法 因为台南人认为是说 如果说你吃Saga 还剩下鱼肉没有吃完的话 表示你抱枕天舞 不晓得Saga的好处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叫Saga鱼 很难得一见 台北市平常都很少见 Saga 多看你几眼 好 那我们先来去买菜 我手上拿的苦瓜叫做 沖繩苦瓜 这里面有白玉苦瓜 还有绿苦瓜 那沖繩苦瓜 跟这些苦瓜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沖繩苦瓜在的是 沖繩那个地方的特产 通常呢 沖繩有道菜叫做苦瓜炒蛋 就是用它这种苦瓜加蛋 加点柴鱼去炒 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然后呢 还有三高的人呢 建议你每天就可以用 这些苦瓜 尤其像沖繩苦瓜 来炒 譬如说你可以炒蛋 或是说炒僵尸都可以 多吃苦瓜的话呢 其实还有美白的效果在 不同的人 有点多吃苦瓜 就要吃苦瓜 只要吃苦瓜 很快 最后一度的温度 3分钟 是